深圳台積建的股價比較大的支撐 數倍本益不是在五支頭 是在四支頭 因為我知道外資他在買股票的時候 他不是看股價的 他是用本益比去算他的價格 對沒錯 所以假設外資心目中都有一把尺 15倍的本益比 我就是無條件的進場去買 所以那500塊一定會破囉 機會不小 因為我們這波最近已經看到505了 對 破500塊 只在多疊個6塊就看到499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就是要有錢 我是主持人小畢 大家都在等跌的時候要來進場買 可是你每天都看到跌跌跌 你真的還敢買嗎 特別是護國神山台積電 這個已經跌到了500塊的保衛戰 我們今天就邀請到老師 幫大家解析一下 如果手上有600塊 甚至是688、679台積電大學長 這群人該怎麼辦 老師好 小畢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像上一次來的時候 有大概說一下說 每年台積的高點是在第一季 特別是1月份2月份 最容易建高 像去年去年是2021年的高點 是在1月份 1月份建高之後呢 低點在5月12號 所以說如果你要長投台積電的話 那應該不會在今年第一季出現 因為第一季去買的話 你就會買到 譬如說640、688這種數字 這種數字是很難買的 因為如果你不是真的很喜歡台積電 你不會買688嗎 到不然買台積電都是跌下來慢慢買 所以說要套在那個位置 坦白講你就是沒有在看 這個股票的價格的高峰跟低峰出現的位置 那進入了第二季或許就是一個好位置 我們現在看到600塊破了嗎 600塊破的時候 大家就說勇敢接 閉著眼睛買沒問題 但現在已經面臨到500塊的一個關卡了 會不會來到4啊 我今天有個好朋友呢 他確診了 他就說他現在在居家照護期間 他有兩個目標 第一個就是努力的閉關當除神 第二個目標就是他要建到台積電400塊 還要坐等 老師覺得有機會嗎 400也許有點低啦 可是破400是蠻有機會的 就破500見到四字頭 四字頭蠻有機會的 這個是 這就是我們感覺說 一家公司你要瞭解他的基本面 或是他的 我們一般投資人買賣股票 他喜歡去算分益比 而且這是一般人在做電子股的一個做法 會算分益比的高峰跟低峰 舉例來講像2020年的時候遇到疫情 那一年的第一季 如果你看所有的券商的報告 台積電的EP是16塊 就是兩年前遇到疫情的時候 所以台積電呢 如果你用16塊乘以15倍的本益比 那一年的低檔你會抓240塊 240塊呢 結果當年度跌到230幾 之後呢台積電就從2020年的第二季 見到低點之後 5月12號一路漲到今年的688 所以說15倍的本益比 或許是這一家公司低檔很強的護城河 每股稅後存益是7.82元 那這個投資朋友可以記一下 如果各位投資朋友手邊有計算機 你把7.82乘以4 就是說台積電如果今年度 後面3季都不成長 7.82乘以4就31塊 應該31.3到31.4了 所以台積電未來3季不成長 EPS會超過31塊 重點是他第一季是淡季啊 對 第一季是淡季 所以說4月的營收創歷史性高嘛 4月份的時候剛公佈 所以台積電自己就說 你看我們看這邊 第二季他就說會計真率0.1到0.3 所以他的每一季的法 所以都會把公司的最新狀況告訴你 他是成長的幅度是多少 然後呢 在新的法則會去檢討上一季的營收 是有沒有達成他的這個 當初前一季法會所說的數字 或是更好 所以這是法人會看著一個重點 那台積電第一季的毛利率是55.6 也是創了歷史性高 那第二季我們剛才講 他第二季的這個營收季增率是0.1到3.5 百分點 那四月份剛公佈是非常漂亮 又創歷史性高 所以第二季應該會繼續成長 只是幅度可能沒那麼大 另外 今年的資本支出是400億到440億美元 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 另外第五個重點 今年產能吃景沒有降價的問題 我想最近各位這集一兩天 應該有看到新聞 台積電又要漲價 明年又要漲價 所以他不但沒有要降價 公司還直接做了一個動作 我要漲明年的代工價格 所以那這家公司一定是很看好 自己的公司的營業狀況 2020年第四季 台積電7奈米的製程 佔營收是29個百分點 5奈米是20個百分點 所以兩個加起來是49個百分點 這個數字是不錯的 那到今年第一季法輸會 7奈米製程佔營收已經三成了 另外5奈米是兩成 正是超過五成了 所以可以預計到明年 3奈米製程加進來之後呢 整個先進製程的營收會超過五成 先進製程的毛利率都非常高 只是一開始初期 因為初期開始在試產的時候 3奈米剛開始加起來 會把毛利率壓低一點 可是約莫到 這個半年一年之後 糧率率就會迅速拉高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今年就是5奈米 5奈米是在2020年的 第二季開始試產 到今年已經是過了一年半了 今年是2022年 所以可以看到今年的台積的EPS 都大幅度的跳升 所以可以預期到 這個20...現在是2022年 2023年的話 3奈米才剛開始貢獻而已 2024年的台積的EPS 會跳升的非常快 以往大家會覺得 你手機佔比很高 但其實不盡然 譬如說我們看這個 也是台積電的季報所公佈的數字 台積電在2020年的第四季 世衛型手機佔他的營收51個百分點 所以影響影響很大 超過一半了 可是HPC高效能運算 只有佔3成11個百分點 可是可以看到去年第四季的手機 世衛型手機的營收只佔4成了 從51已經降到4成了 另外高效能運算的營收整個起來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台積電 對今年的營運展望非常有細菌 就是因為高效能的運送 會佔他的營收比重越來越高 而且他的需求是非常暢旺的 包括像5G 像這個互聯網等等 還有這個車用 這都是台積電今年成長的動能 像這個是工章時報所公佈的 這個全球十大晶圓代工廠的營收排名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台灣的護國神山台積電 還是第一名 而且他的市占率超過一半 這就跟手機市場一樣 在以往蘋果的市占率非常高的時候 其他的手機廠商能夠獲利都非常少 就把台灣的像我們以前的宏達電 就把他這個 就受到比較大的壓力 所以我們看金圓代工裡面 台積電的營收市占率是52個百分點 三星只有18個百分點的市占率 所以這兩家公司的 俗優俗劣就很清楚了 另外像聯電的市占率是7個百分點 跟台積電比也是天差地別 你就來比較這三家好了 Intel是他的執行長很嗆 可是他也是必須要搭專機來 跟台積電談合作 要產能 那三星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點出台積電 三星還有Intel 他們現在的營運模式 還有競爭關係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看台灣的台積電 台積電目前最先進的製程 是5nm製程 這是2020年第二季量產的 那三星今年4nm製程 已經開始做量產了 可是問題太多 量率很差 量率率目前市場上 傳的消息是量率率只有三成左右 所以這個包括了像他的高通 像NVIDIA都把單訂單轉過來了 因為什麼 因為量率真的太差了 會讓他的整個製造成本 拉得非常高 所以三星目前量率太差 就掉單掉的很嚴重 所以那三星目前的這個 最先進製程是4nm 那Intel最先進製程是Intel 7 相當於這個台積電的7nm 所以以目前的製程來講 三星雖然是最先進的 可是他問題最多 那台積電的5nm 是目前狀況最好的 那第二個我們看 這三家公司今年的資本支出 台積電的資本支出是 400億到440億美元 大勝 對大勝 另外三星的資本支出是 360億美元附近 但是這360億美元 還有包括像記憶體 我們知道三星都有像D-Rain 像一些其他的記憶體的產品 所以純金元代工 可能200億美元都不到 對連台積電的一半都不到 另外Intel的這個新執行長 上台之後呢 就當然想追台積電 可是目前市場上的公司是 他不是要追台積電 他先追三星再說 所以你看如果三星今年的 資本支出只有100多億 Intel今年的資本支出是 250到280億 可能在幾年之後 三星就會被Intel趕過去了 但我看到這個重點 我就想到台積電創辦人張舟謀說的 你到美國設廠啊 感覺徒勞無功 花太多錢了 而且呢 那邊的人又不好管 但台積電感覺就是已經 因為一些地緣政治的關係 他必須要去日本啊 去美國 甚至接下來歐洲也是選地的之一嘛 張舟謀這一席話 老師怎麼看 我的看法 各位看這邊很好 很簡單的解讀 就是說台積電去今年 在這個亞利桑那州 初期投資120億美元 未來還會再增加 另外三星投資170億 像這個Intel 在亞利桑那州跟這個 二亥二州各要投資200億美元 這都是未來兩三年的投資計畫 那各位我們都知道 美國投資成本很高 所以這三家公司都去 其實都賺不到便宜 可是你看 如果以台積電目前是這麼強的情況 這三家公司都在美國投資 他們也討不到便宜 所以台積電的這個領先的優勢 並不會被另外兩家公司所取代 現在在600塊以上的 或者是買在台積電600的 甚至有低階台積電 可能550這個價格的 現在都不用怕嗎 對 這個是長期 長期應該是不用怕 只是短期他可能就是今年就很悶 就是說他如果 如果他出手的點 是在第二季的中斷以後 不是在今年年初就是買台積電 他可以在現在價格 可以買到更便宜的價格 他可以每天睡得著覺 他可能搞不好還在期待 多跌一點 因為他已經本身 如果譬如說投資朋友 如果你本身已經設計 設定好第二季大跌要買 所以你應該是正在等他大跌要買股票 而不是已經套牢了一缸子股票 再看他會不會反彈 這個部分我們就要來講他的EPS 老師剛剛在一破題的時候有講 市場上面給台積電的 你說如果以長期的平均本益比來看 是15倍而不是20倍 也不是25倍 所以15倍就可以換算出來 台積電最好低階的買點 會是在什麼價位的 這時候你買台積電 剛刮牌的時候 他那時候 因為以前是流行配股票 所以台積電一張可以配800股 這邊 因為老師這邊剛好有買台積電 我從這邊就開始在 1994年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台灣配股的股票太多了 電子股大概都是大配股 所以說現在都是現金股息比較流行 所以說你看在這邊的 這邊基本上來講 台積電賺這麼多錢 所以他股本膨脹的很快 因為都是用配股票的 可是在這個 2005年以後 應該就已經沒有再配股票了 所以都是配現金股息 這幾年我們最有印象的是 2020年遇到疫情 遇到2020年以前 我們看當年度台積電 最後的年度的EPS是9.97元 快20塊 可是當年的第一季遇到了什麼情況 遇到了疫情 所以那時候的券商的報告 雖然知道台積很好 可是給他的EPS都是16塊 就跟現在各位投資朋友看的券商報告 普遍應該台積都錄在30到32 可是台積低年低劑已經賺7.82 如果今年都不成長 EPS已經快32了 可是怎麼沒有券商敢寫超過32 因為現在有遇到 通膨 對 所以說又原準會升息 所以大家不敢喊這麼好 這就跟這個2020年的時候一樣 可是如果你有準備好 去抓說15倍本益比 可能是他的一個比較 空投市場的股價支撐 就會抓240左右 所以如果我們以現在券商的報告 都是普遍落在32塊左右 32塊好一點大概看32 差的大概也有31塊 所以如果你32塊去估台積電 15倍的本益比 這32x15算出來是480 所以真正台積電的股價 比較大的支撐 數倍本益 不是在5字頭 是在4字頭 因為我知道外資他在買股票的時候 他不是看股價的 他是用本益比去算他的價格的 對沒錯 所以假設外資心目中都有一把尺 15倍的本益比 我就是無條件的進場去買 所以那500塊一定會破囉 機會不小 因為我們這波最近已經看到505了嘛 對破500塊 只在多疊個6塊就看到499啦 為什麼不是給20倍 那是高峰的時候 是漲的時候 漲的時候 在以前如果你賺13塊的話 乘以20倍是他不太高點 就漲的時候可以給他20倍 那過去幾年有拉到30倍的情況 就是因為他越來越強大 所以過去兩年的話 你看他的這個股價 因為以前都是過去幾年 台積電獲利大概在20塊嘛 你乘以30倍就是600塊 所以高峰都在600塊 600塊 那今年本來大家抓的EPS是 原來是抓28塊 28塊你20倍是560嘛 本來大家 大家認為說 如果你用 你要乘以30倍本益比的話 其實不是在今年 而是在明年第一季才會達到 就是明年第一季 所以你在今年的第二季去買 漲了半年多 他就會拱到像今年買688 所以跌的時候 我可以用15倍去算他的底部價 然後漲的時候 我可以算什麼時候要買 這也是為什麼看到 8900這樣算 算30倍本益比 我們看這張圖形是 是過去5年 股價的表現 台積電 Intel跟三星股價的表現 這5年 我們看這個 藍色這個是台積電 台積電的股價呢 各位看他是這個藍色線 就一路衝上去 最高到這個5月11號 5月10號 漲了151個百分點 等於說過去5年 漲了151個百分點 這可能這張圖形是這個網路上的圖形 可能沒有包含全值 搞不好還更高 因為除千息可能沒包含進去 另外Intel 過去5年的漲幅 Intel過去5年 因為他的整個 因為他整個被三星整個追上去了 所以他的股價表現也蠻符合基本面的 這就是三星的這個 Intel的股價表現 最後漲了過去5年漲了 21倍 21%而已 所以為什麼基辛格跑到台灣要找台積電合作 因為真的 真的落後台積電跟三星越來越遠了 所以他也急了 另外我們看三星的股價表現 三星股價表現 各位看三星的股價表現只有45個百分點 所以這個從股價表現 過去5年表現就知道台積電越來越強大 所以台積電在這個10奈米 就已經把這個Intel趕過去了 另外16奈米就已經超越三星了 所以過去的5年的股價表現 不管每次在市場上都有一些訊息說 三星想大擴產啊想挑戰台積電 可是根本就沒辦法挑戰 因為整個營收的市占率差距太大 另外整個量率也是差的很大 所以看從這個股價表現更清楚說明 台灣的台積電真的是長期 非常強勢的一檔金源代工的 這個我們講霸主 一般我們在做金融交友 不是在旺季的時候去買股票 不是在第四季跟第一季去買台積電 應該是旺季來臨前的一季 所以通常與台積電的股價低檔 都是在一般人所謂的五窮六絕的第二季 是他的股價低點 好 所以怎麼買呢 500塊 逢跌10塊我就買一點 然後等到480這個價格來了 大局搶進嗎 因為現在的股價 如果你要每隔10塊買一點 其實你只能買4次而已 因為現在在520幾嘛 所以你買4次就買完了 所以你可以彈性一點 你可以把你的資金分成 譬如說8等份 先買4等份可能就比較簡單 譬如說 每隔10塊買一次 你先買完一半 另外一半再等有沒有 市場上有沒有一些意外的利空 在第二季如果沒有發生的話 第三季看聯子會則 一個盛行狀況 還有無二大戰 還有這個油價有沒有下來 如果都符合你的預期 第三季再買另外的一半 這樣就是一個在第二季末 第二季中斷以後到第三季 布局這家公司比較好的策略 好的 感謝老師今天分享台積電 跌破600 跌破500的話 大家也不用太緊張的一些投資心法 歡迎大家繼續在影片下方留言之外 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我們來看一段工商服務 在這邊呢告訴大家 汪汪水神維酸性電解刺身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還原成水 溫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 都更加的環保 要跟病毒共存 必須要長期抗戰 大家趕快來到快點購 入雅婷的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有折扣優惠